那可咋办呢 我让他努力啊 我怎么说怎么做 就是给他想尽办法 他都不努力赚钱 不是 可是我知道 在生活里面 有些人就是这样 每个人好像有自己的定位 就跟在球场上一样 有一些角色球员 就是他就负责抢篮板 他抢篮板抢得特别好 你让他打前锋他就打不好 他不是全能的 有些人可能在生活里 就是这样 比如他可能自己就认定 你就是一个 本本分分的电工 是这意思吧 偶尔出去弄弄兼职 你还行 让你改其他的 你也改不了了 你是不是就自己 这么认为的 你告诉我 其实也好是改变 但是 但是没有 那不就我说这个吗 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 已经零风到这儿了 是吧 那你咋整啊 我希望他能不怕苦 不怕累 不怕丢面子 我的天哪 这个话感觉说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挣钱你知道吗 就别那么多外在因素影响他 就是努努力奋斗一下 咱们试试没试过 你怎么知道呢 其实我把它置换一下 就是你表象听起来 是跟钱有关的 实际可能女生希望 未来的生活呢 是一种更幸福的 高质量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是这样吧 对 男生就觉得怎么着 你妻子制定的目标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所以现在困扰你的 是生娃是吧 想当爹了 想 人家不给你生是吧 嗯 怎么办呀 这次发现忽悠不管用了 因为忽悠过一次 裸婚裸进家了嘛 这次还忽悠还管用吗 不管用 好像两个人对 其实现在的生活 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了 有爱情在 进入到婚姻了 妻子觉得面包不够 丈夫觉得 可能是不够 但是我真的不会 做这个面包啊 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奔卷 要玫瑰还是要面包 如果一个人爱你 他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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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订阅